哈喽 各位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Big Southern大千 现在是12月10号周五的早上6点20分啊 那现在我正好刚起来 然后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常用的一个啊 特别好的一个交易形态啊 现在正好 这个欧元和美元啊 不是英镑和美元啊 出来这个形态啊 就是就这个位置啊 这是一个小时的图 它呢 在这出现一个盘整 然后就是来了一个大实体 突破了这个 这个实体 看到没 这个大阳线 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大阳线 继续的突破前一个高点啊 而且呢 这个21均线呢 就正好在 就把它拖起来这个位置啊 这个就是我常用的 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形态啊 之前呢 做交易也是强调啊 要损失小 利润大 是吧 这个时候呢 设止损呢 就在这个位置设啊 设在这个位置 就是均线之下啊 就超过了这个大阳线的下面呢 就是就止损 然后那个利润确认的位置呢 设在前一个高点附近啊 那我们看呢 这个英镑它现在正好出现一个 这种大下跌的这个趋势啊 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这个回调吧 就是 所以呢 嗯 现在这个位置附近啊 啊 到这个位置附近就令人确认 那我是在这儿入场的啊 然后止损点呢 我就会设在 刚才说的位置啊 就是这个位置啊 就是突破了均线 它这个21均线没有把它拖起来呢 那突破了这个均线呢 我就止损啊 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做到了这个 这止损点是15个点 然后啊 利润确认的是30个点啊 就2比1左右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入场的话是还是比较好的 就算你输了的话呢 也是很好的一笔交易啊 那么再来看这个比特币啊 比特币呢 现在它还是处于这个下跌的趋势啊 但是呢 在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 我是想入场一次看看啊 因为它现在在这个低点呢 走出了一个小阳线 它在为这个位置走出了一个小阳线啊 所以这个时候 这样也可以做到损失小利润大吧 就止损点呢 设在这个突破这个位置左右啊 然后 止盈呢 就设在这个点附近啊 那正好我在这儿 试着入场一次啊 也可以看这个 这个订单表啊 比如你现在想买入 现在是77198 啊 77197的时候 然后做做多啊 啊 十倍杠杆百分之百 开仓买入 取消了 就没没成交啊 7750 7745的时候 好 现在入场了啊 看我这笔蛋能不能成交 我刚才试驾 试驾蛋入场好了 他要是到了马上扬的这个状态呢 我在试驾蛋入场啊 我是觉得这个英镑不错啊 然后我美元日元呢 美元日元我是做空了啊 我是在这个位置做空的 一直在这晃悠 然后我的目标价格是这儿啊 只赢的价格是这儿啊 比特币还没有成交啊 看看能否成交吧啊 不要急 因为以后如果资金要大的话 你还用试驾单入场的话 也试驾单手续费是来回都要收的啊 你卖出和买入啊 每次交易不都利用确认和止损不都有两次吗 所以他会收你两次手续费啊 所以尽量都用这个限价单进行入场啊 没关系 他现在没那个没成交就在等等啊 那现在刚好我的这个比特币这单啊 成交了啊 合约金额是零 合约数量是0.01 然后啊 入场价格是47755啊 那我现在就是啊 一定要设置止损啊 把止损单放在什么地方 再确认一下 我的止损单位置就会是在突破了这个这条线啊 下方我就会止损啊 所以这个价格是47050 上个视频我有跟大家讲啊怎么样设置止损的啊 47050 确认 确认 好止损单提交了 然后要确认一下啊 止损单到底 填没填上去啊 那这样填上去 到了这个这个点左右呢 我就止损了 然后止盈呢 就在 也可以在这个均线附近啊 现在这个形态啊 其实属于下跌的一个形态啊 就到前前一个这个低点左右啊 止盈的话就用限价设止盈啊 就是在啊 48847啊 就限价单止盈48847 好止盈也设设好了 然后 看一下啊 持盈也设好了 啊 止损单也设好了 而且 你还做到了 损失小利润大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订单了啊 所以这时候你就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出去玩玩啊 打打游戏 看看书 就不要管他那么多 好那现在是上午的10点43分啊 我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啊 上一个小时啊 要看五分钟图吧 看这个五分钟图啊 他到了21均线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反弹啊 反弹之后呢 他现在又往上上 说明什么 说明比特币现在还蛮强的啊 所以今天我就想啊 多拿一会儿啊 我想把我的限价值稍微在 限价单就是止盈单啊 稍微再往上 让他再再跑一跑啊 到这个位置左右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外汇啊 其实外汇跟啊 那个比特币还是有一点关系啊 我觉得美元今天比较弱的啊 从从我这个刚才分析啊 硬棒和美元来看也是一样啊 现在硬棒也走出来了 然后啊 美元系列呢 现在就逐渐走跌啊 看上就从上午这个时间段来看啊 然后欧洲圈的这些货币也是啊 能看出来美元还是比较弱的啊 所以我觉得比特币也应该不能弱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我想啊最起码最起码拿到下午左右吧 再看一看如果现在就这么进去确认了 再入场的话我就就挺难的了啊 我还是最好能让利润多跑一跑啊 好的那现在是12月10号周五晚上的10点49分啊 刚刚这个cpi发表完之后呢 啊市场出现了一个挺大的震荡啊 挺大的波动啊 我们先看英镑和美元啊 英镑美元我早上说的时候在这个位置止损啊 我一次我有一次打了一次止损啊 然后呢市场往下来到了这个位置 我本来想做空呢 但是我感觉今天这个cpi发表吧 哦然后还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低点 我就没有做空 然后市场来了一个反弹形成了一个V字啊 刚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在这个位置啊一下吧打上来的时候 我做多了啊 现在这儿被抓住了 止损呢在这个位置我还不想止损啊 我想还是啊在这个位置止损 这是稍微可能有点大吧 稍微能有三十几个点啊稍微有点大 但是我觉得现在 呃美元应该开始走低了吧 那这个美元日元我还一直拿着呢 就无论他上我他走出来一波 然后现在又下来了 我这这个支撑点始终是在这上面 啊我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在这最下面啊 始终拿着呢 那比特币呢是我刚才啊 只赢了啊 直接就打只打只赢了啊 看今天这个这单是 赢了19个USDT啊 就是在这进场 然后在这啊 只赢了 感觉他今天可能还会再稍微 啊往上走一走 但是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 再进的话 就嗯我个人觉得现在不太 不太适合我进啊 不太舒服我进的话 啊现在比特币变成70.4880USDT啊 那今天这这一单只不过就是一个巧合吧 这样抓住了他在这个低点反弹的 这一个形态啊 那接下来怎么走的话 那再让他稍微走一走 然后再看啊 外汇方面今天我在这用帽止损一次啊 这用帽就是这样有点太赖了 他就来这个大V大V的这个V 一次回复啊 如果他上来上来 就是一直没下的话 那我估计这波应该会走到这个位置啊 所以再多拿一会今天这英镑就 日元还是老计划 上来就止损 那下来就到这个位置止盈啊 现在时刻是12月11号的啊 早上8点42分啊 那现在我刚刚才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啊 啊啊 昨天 昨天这个英镑走的还不错啊 昨天英镑 嗯 我是在这个地方入场啊 这个白线的地方入场 因为昨天他 来了一大波上涨CPI发表嘛 来这波上涨在这入场 然后 啊 止损点呢还是设在这个附近啊 那他还是上 还是上来了啊 啊 跟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形态呢 虽然他出来了稍微晚一点啊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 我还是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这个形态啊 啊 昨天是这个想借着这个21均线往上扬嘛 那现在正好就是到了叫做黄金交割吧啊 大家应该看过我之前讲的那个移动平均线那个视频啊 就是这现在正好处于一个黄金交割状态 所以他上涨的趋势呢 会嗯 相对来说概率比较大一些啊 啊 昨天呢我是没有平仓啊 因为啊 我觉得现在平仓 的话啊 嗯 还是不是很好的这个时间啊 虽然说现在隔周了 但是我还是想啊 迟迟一下啊 就是周一的话再看看情况 再来判断 美元日元的话呢 还是 嗯 还是有在持仓啊 还是 我还是看这个美元日元日元走跌的啊 那大家一定要就是 嗯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啊 我只是把我的一种啊 交易方法啊 交易思想交易理念呢 啊跟大家传达一下而已啊 这其实就是我的一个 给自己的一个交易记录啊 那像这种啊 就是你马上记录下来 你当时入场的那个心态啊 还有你为什么理由入场 哪块做的比较好 哪里做的不好 其实啊 我之前每一笔都有记录的啊 我都会记录在这个本上啊 那我也希望就是啊 现在还在啊 就没有什么成绩的这个交易者们啊 你一定要把你每一笔记录 每一笔交易都记录下来 然后这笔交易之后呢 你要反省一下 你看看你这笔交易 哪里做的不好 哪里做的好 然后当时的心态是出于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今后怎么样改善啊 其实做交易记录呢 对你啊 做交易啊 有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啊 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啊 因为外汇今天就休息了嘛 比特币现在还在动啊 那到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想做多了啊 因为看出来这下跌的趋势很猛啊 那比特币这笔交易 就是我上一笔交易啊 我做的好的一点在哪呢 就是入场很迅速 判断很迅速啊 我觉得 然后这个应亏比做的也不错的啊 根据当时啊 美元的一个情况呢 我稍微的这个把利利润呢 拉大了一些啊 那最后看来结果呢 其实还是我还蛮幸运的啊 因为当时如果再稍微再拉大一点呢 这就利润就完全没有了啊 那从这个这个斜线来看啊 这个下跌趋势线来看啊 现在比特币还是稍微有点走弱的啊 所以现在买多呢 我觉得做多呢 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那如果他突破了这条线呢 我就考虑要不要做空啊 那好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展现了 算是三笔交易吧啊 我只是想说呢 就是有很多朋友呢 在做交易当中很迷茫啊 总是在找找圣杯啊 那一直关注我的朋友 看我这些视频的朋友 应该知道 应该了解啊 我是一个 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交易水平啊 那说实话 这都是我啊 五六年 就是不断的总结 不断的失败 不断的总结 然后得来的结果啊 我想给大家传达的就是呢 做交易呢 不是在不断的找圣杯啊 而是交易的是一种概率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几笔交易呢 都是很很简单的几笔交易啊 只要你思想对了 做到了这个损失小利润大 然后你每笔交易呢 都是符合你自己的这个交易原则的话 你长期这么交易下去的话 你就肯定会赚到钱的 我们做交易呢 最主要的是跟自己的一场战斗啊 跟自己心里的一场战斗 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交易 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每次入场的时候呢 自己处于的心态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是非常平稳的心态呢 还是一个特别焦躁的心态 你是在交易你的欲望呢 还是在交易你的原则啊 那今天我还会时不长的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这个实际的交易情况啊 那真心的希望呢 我分享这些内容呢 对大家能有一定的帮助啊 那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